凤林政公所112年度1到2月份里长联系汇报时后上午举行 政长林建平表示 只要是代表和里长们提出的建议案 金额不大但是会影响到居民生活的都可以优先进行处理 而政民代表会的主席龙春文也指出 政公所无缝接轨让乡亲感受到政公所的效率、温度还有美感 凤林政公所在新任政长林建平的主持之下 10号上午在公所三楼大礼堂首次举行里长联系汇报 政长林建平表示 代表会以及里长所提出的建议案 开口契约能够执行的都将优先处理 并且将提高老人健康站的照顾 我未来应该是所有的市政重点 先放在我们的老人健康站的福利政策 一个是我们所有防公所的一个业务 当然所以说这一部分 特别是我们所有里长透过会议提出讨论的 我们所有的客室主管 我们目前施作的优先顺序 在里长们提出的建言 跟我们代表会所代表建议的 第一个 金额不大的 但是对百姓的生活有很大影响的 我们优先立即施作 那至于我们大型的包括我们建设客政筑 我们其他大型的计划我们是按照 包括共产所对一样都是按照 旗程 启动计划 代表会主席龙春文指出 政长选前所承诺的都一一实现 让长者能够多一天到健康站 凤林镇无缝接轨的施政 可以感受到凤林镇公所的效率 温度以及美感 一个多月来我想我们政公所 或者长期以来我对公所的这个 个人的观点就是 第一个是有效力的 第二个是有温度的 第三个呢 是有美感的 这个 政长的这个交替交接 不意味说这个政长要卸任 现在政长刚来 这个公所的同仁呢 有所懈怠 有空窗期 我所看到的就是政公所 在这个习秘书 所有科室主管的领导之下 这工作有效不稳 从政长的这个 这个不达典礼 交接不达 跨年晚会都可以看出来 在政长林建平的主持之下 政民代表会主席龙春文 花莲县政府中区服务处 副主任林隆璐 以及11位的里长 在政长林建平的主持之下 政民代表会主席龙春文 花莲县政府中区服务处 副主任林荣璐 以及11位里长 在听取各科室主管的简报之后 也进行了业务上的意见交换 记者林杰 凤林郑 采访华道